大家有玩過什麼略星的遊戲嗎 最近有一款遊戲 讓全世界的實況主們紛紛前來遊玩 連英雄聯盟的知名選手 Faker也不例外喔 那就是運用鐵錘不斷向上爬的 鐵錘爬山啦 玩家們你有信心全部破台嗎 趕快一起來爬山囉 先前在 Steam 上 引起許多玩家討論的鐵錘爬山 12 月 7 號正式推出了 iOS 版本 本作開發者曾推出過高難度跑步遊戲 QWOP 遊戲要玩家分開操控跑步選手的大腿 以及小腿肌肉 令玩家重新意識到 人能流暢走路是多麼不容易的事 鐵錘爬山是一款攀山遊戲 全程只用一隻滑鼠操作 不需要按滑鼠鍵 單憑移動滑鼠來控制 伸出鐵錘的距離及角度 運用推、勾、拉等各種手法登山 在不同材質上的抓力都不同 木桶抓得最穩固 金屬則很容易滑倒 作者說這不是一款令人愉悅的遊戲 甚至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傷害玩家 要登上山頂一點都不容易 鐵錘無時無刻都會與地形發生碰撞 加上惡意設計的地形 一個失手疊回原點都有可能 在這途中有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挫折 玩家甚至可能一遍又一遍的讓進度倒退 在挑戰過程中 作者還會與玩家分享人生隔離或是製作想法 還說爬上山頂時有神奇的獎勵等著大家 遊戲目前已經於App Store開放下載 為150元新台幣付費買斷置 想挑戰自我的玩家們可不要錯過囉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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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